大家好 欢迎收看武器工厂 这期我们接着聊Vaulted Polytype Pistol 看看这支小手枪是怎么做到袖外汇中的 基本拆解非常简单 控制枪检查后 卸弹侠上保险 扳机框这里有文章的 往下拔 然后插个卡片 挡住它防止复位 再把划套后拉上提就拿下来了 可以看到也是采用了划口鹿子那样 枪管兼做附近方导管的设计 非常节省空间 但拆解过程比划口鹿子简单多了 这个扳机框拆枪的设计 也被后来的马卡洛夫和CD82手枪借鉴了 平时擦擦枪管和枪塘 清洁一下枪机 稍微润化一下关键部分 就完成了普通的维护保养 PP手枪的枪管是固定的 自由枪机原理的手枪 却是没有必要做一个活动的枪管 这块是空舱挂机的装置 兼做抛壳挺 内置是为了不碍事 小手枪外面不适合放很多的开关按钮什么的 各手啊 这把铭枪影响深远还是值得细品的 我们从滑套这里开始接着拆 首先把急针压缩 保险晃一晃就拔出来了 然后呢 从后方取出急针 保险和急针一起比划比划 不难看出这保险的原理啊 打开位置呢 急针上这小疙瘩 其实是被保险卡住的 急针被保险爆死了 就不能向前激发了 保险关闭的时候呢 急针能自由前后移动啊 被劈水打到就能激发子弹 上挡指寄原理挺简单的 枪上面上给它单开一孔 前面有子弹呢 就把这根杆往后推 从滑套后过 它就拖出来了 拆的话呢 要用个镊子什么的 把它使劲往后撸啊 然后把这根杆往外翻 挺容易也出来了 它这弹簧呢 还有一条腿 平时顶在滑套上 这样两个方向都有张力的 抛壳勾啊 要从后往前能抠出来啊 剩下的就是这个固定抛壳勾和保险的一弹簧了 弹簧两头俩小活塞 前面顶住抛壳勾 后面顶住保险 前面这活塞形状是特别的 是从这个状态啊 靠潭里挤住这个抛壳勾 抛壳勾呢它还有一个凸起 是卡在滑套上那个孔 就是靠这孔和活塞两点固定的 看过我P38拆解那集的朋友啊 可能觉得这滑套似乘相识啊 那确实是这样啊 因为从内构上说 P38就是PP放大加壁锁的版本 火控系统设计基本上就是相同的 P38呢它更大一些 出现要晚几年 功能性上更强一些 比如说滑套除了这主动保险 它还有个被动的机震保险 是跟班机联动的 PP滑套就只有一个主动的机震保险 枪的下半部设计也很精彩的 先把这个瓦片拆掉 左汗右汗确实跟这个P38的扳机座很像的 尤其是右侧扳机杆和组铁的部分 单刀弄的实现自然也是一样的 保险释放机锤的原理也是相同的 保险转动的时候 会压到这个片片 片是连着机锤的 下压就能把机锤给放到 P38那一集 我们好像没怎么细拆啊 这几个补上 把握把底部这个销子给敲出来啊 它呢是固定机锤黄的 这种小手枪的拆解 你也看到了 最好是在室内 因为时不时的会飞个零件的 机锤黄下面这圆柱可以换成一个有环的 拴枪绳用 然后泄机锤就容易了 把机锤的大轴推出就成了 看这机锤设计不简单啊 上面俩箱子 一个是夹住机锤黄导杆的 一个是为了固定机锤上的小舌头 小舌头下面还有个弹簧 这是PP实现双动的一个重要零件 必须得有弹性 最下面这个尺呢 是单动用的 卡在这个零件这个横槽 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货三把它往下压 然后往侧面推 就能拿下来 下面呢 还有一个小弹簧 它和小弹簧的作用是固定一个不规则的零件 这个名称呢 是机锤阻隔 P38滑套上 它不是有个被动保险吗 平时是爆死机针的 扣扳机的时候啊 移开 PP的被动保险是这个机锤阻隔 也是扳机联动的 它的作用是机锤线位 用保险释放机锤的时候啊 机锤是打在这个机锤阻隔上 只差个几毫米啊 打不到机针 只有在扣扳机的时候啊 机锤阻隔会被推着上移 机锤的终点位置就更靠前 可以达到机针了 扳机框本身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它销子后面啊 有个活塞和弹簧 扳机框和弹下释放钮的定位啊 都是靠这个弹簧的 别看这枪不大 为了兼顾功能性安全性啊 罗斯克尔的做到场 内构啊 比很多后来出现的大手枪都要复杂的 要知道这枪设计啊 已经快一百年了 从它衍生出了二战中的P38手枪 从P38呢 又衍生出了冷战期间的Burata92系列 也就是美国的M9军用手枪 它的设计元素 其实影响了一片小手枪的苏联的马卡洛夫 杰克的CD-82 中国的64 横跨东西阵营 简直就是万物出PP啊 枪是挺好的 就是生产难度很大 中国50年代初山寨PPK失败 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啊 中国对小型手枪的需求一直是有的 中苏关系50年代破裂 没有大哥手把手的交 仿马卡洛夫的59式手枪质量不稳定啊 生产周期很短 没枪用啊 逼到最后搞一六四式 它定位呢跟PPPPK是一样的 大小呢更接近PPK 中国第一款自主设计的手枪 不光参考了Burata的设计 毛泽尔手枪的自动上堂也学来了 到底是第一次搞啊 暴露的这个水平还是有限 六四式相对于PPK很难说是有多大的改进 除了这个保险开关的位置 感觉是更合理 大部分是改差了 为了控制整枪的重量 它给滑套减了重 自由枪击它是靠滑套的自重啊 和附近黄控制开腾的 你滑套做轻了 就要加大附近黄弹力来弥补啊 导致这个六四式拉滑套费劲 握把虽然做的跟PPK差不多 但是呢没有PPK配的这种 带纸拖的弹下 手大的人呢不好握持 人机功效很一般 不过呢 它是文革初期的项目嘛 没有夭折已经算是逆天改命了 后来的七七式手枪啊 是济南军区修卸所搞的野生小手枪 复古的风格更是让人一言难尽啊 以后肯定能上这Forgotten Weapons 所以今天广大的一线干警用枪 还是六四小杂炮居多啊 很多应该是已经快到这个使用寿命了 初始设计这生产六四式的北安626厂已经没了 零件什么都不好弄了 后来还逆历史潮流啊 推出过一个05式的警用转轮手枪 不光是国内的各种冷嘲热讽啊 就连华尔街日报这种外国的经济类媒体 都要出专门介绍一下中国警察的善良之枪 现在中国警用手枪是面临着五枪可用的尴尬局面 它的选择呢是个高度争议的话题 主流的观念还是要配9毫米口径的手枪 Old School朋友要求配59式 国产007的份是吧 新潮一些的朋友啊 觉得要上P226这种优秀的军用手枪 打这个9毫米Luber弹 再不急也要搞一款国产的新型9毫米 虽然最初的92警用版已经铺接了 还是要给国产枪一个机会 但基本上没人说要再搞款765口径的小杂炮了 这个六四啊和PP最被人诟病的地方 就是子弹威力小啊 这类子弹能量吧 只有9毫米鲁格尔弹的百分之四十几 但是呢还是能打死人的 不然伊藤伯文和希特勒难道是炸尸吗 它的威力比这个05是警用转轮那子弹 还是大一倍的 但是没有击中要害的话 目标是可以继续活动一段时间的 9毫米鲁格尔弹也不总是一发入魂的嘛 美国就有这样的案例是吧 200多斤的这个嫌疑人被警察打了十几发子弹 才倒下了 换格罗克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警察用枪嘛 目的是制止犯罪 你不需要把这个嫌疑人当场打死嘛 那打啪啪了就行了 中国人口密集 群众嘛又是出了名的爱看热闹 被警察误伤啊是有发生 万一不幸中难 765口径收房力还够一些是不是 而且这个口径啊 我也想后座也想便于上手 利于精确射击 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型手枪嘛 它还是更适合发射小型子弹 现在不乏这9毫米的小型 甚至是微型的手枪 其实不是很好用啊 因为把枪放小了 9毫米子弹的后座还是一样的大 这届人类也还是不行 人手结构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蓝花纸捏着一小枪射击大威力子弹 枪都要从手里跳出来了 不多搞实战训练 它是hold不住的 基层民警一年训练要打多少发呢 你打不准的话 那吃花群众更小心了啊 爱一发9毫米呢 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 所以是这个P365啊 Water PPS 这里不适合国内的普通警察 像这把PPS啊 即使安装最小的弹箱 尺寸它还是比这个全卧板的PP 要略大一些的 这就是9毫米子弹的一个限制吧 枪做不了太小 要伸着蓝花纸射击 当然全尺寸的现在9毫米手枪 做警务手枪是没有问题的 就这个尺寸和重量是不能隐蔽携带的 出勤的时候啊 必须得挂在外边腰带上 坐车各的晃 得习惯天天带 你不然出勤率就低了 治安好的地区 警察整天带一大手枪 处理一些家伤里短啊 小偷小摸的事儿 杀鸡用牛刀是吧 所以今天中国警戒手枪的困局啊 93岁高龄的PP实际上是个比较理项的选择啊 尺寸合适 威力适中 安全可靠 反应迅速容易上手 功能齐全 只可惜这枪已经停产了 剩下的点380的PPK还在做 这是面向美国民间市场的情怀产品啊 有上面提到的 9毫米微型手枪的所有问题 多打几发 手都要震出血来了 战后其实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SIGSAL的P230 本身呢也有PP的血统 差不多的尺寸啊 一些治安比较好的国家 你像日本啊 瑞士是选做过警用手枪的 可惜10年前左右啊也挺惨了 现在国际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这类的枪了 再回来说说这个五九市啊 这枪嘛我说早就停产了嘛 中国也不是俄罗斯 并没有其他的枪械使用这种口径的 难道重开生产线啊 生产一个70年前的老枪吗 子弹还得重开 尺寸上看这个马卡洛尔夫手枪 还是比这个PP大一圈的 特别是厚度 也不是那么容易隐蔽携带了 中国啊接近2000万的警察 小手枪的需求应该有几百万 这么大的规模啊 经济上来讲完全可以搞一款新的版 弄一款现代版的PP手枪 发射六四手枪弹 基本设计布局尺寸方面 这么作业可以抄 班机系统其实并不一定要搞得像PP那么复杂了都 握把下枪身啊可以采用这核金啊 工程塑料减重 省下的重量呢可以发展一个紧凑的 能快拆的手电激光附件 铁苗做的醒目一点 加个夜光点什么的弹霞可以考虑双拍弹霞 威力不足数量补呢 六四手枪弹啊其实就是一个去底源的 点三RACP其实更紧凑啊也更容易弹霞更难 美国野人牌手枪啊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用上 点三RACP的双拍弹霞 我把尺寸没打多少 二零二十几年了咱有点追求好不好 还可以用现代的这个制造工艺啊给这个枪增收 怎么都得冲着五十年的使用说明去啊 二三十年后这工厂可能都不在了枪坏了找谁去 这还就是我心中这个理想的中国警用手枪的技术指标 你觉得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欢迎在评论区创作预言啊 PP警用手枪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